男人刚滑下锁道 却不知安全绳正在开裂 此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危险 还在兴奋地大吼大叫 直到停在半空中他才察觉到异常 可下一秒安全绳彻底断裂 幸好安全员及时赶到 他让男人抱住自己的身体 然后慢慢地往回滑去 男人的妻子则一脸焦急 但两人还没滑出去多远 他就因体力不知一点点地往下坠 妻子小美赶紧让工作人员叫救护车 自己则快速往山下跑去 很快他在树林里找到了生死不明的丈夫 好在丈夫还有一口气 奇怪的是几分钟后救护车便赶到了 好像他们早已做好了准备 小美想一起上车也被拦下 他害怕延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只能妥协 救护人员给了他一张名片 然后驾车先行离去 小美则骑了一辆摩托跟在后方 可刚来到市中心 前面突然窜出来一辆汽车 小美避之不急摔倒在地 等他起身后救护车早已没了踪影 好像有人故意要将他们分开 果然当他赶到医院时 前台护士并没有查到丈夫的信息 他立马拿出那张名片 护士表示名片的确是这里的 但刚才确实没有病人送过来 孤立无助的小美又来到警局报案 可工作人员只让他填好表哥回去等消息 隔天丈夫的家人也赶到了 他们一起找到当地的警长 但警长并不相信他说的一切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说谎 于是几人又找到所到安全员 不料对方却说自己从未见过夫妻二人 这下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回到警局之后 警长给他看了一段录像 并说他一定是得罪了某人 原来就在几天前 他和丈夫在酒吧与当地黑帮发生了冲突 身为格斗高手的小美 一人放倒了几名壮汉 这让黑老大弯刀怀恨在心 警长猜测这可能是弯刀的报复 小美希望尽快将其带补 但现在没有证据 警方也不能随意抓人 他担心时间久了会节外生枝 于是小美决定自己去找 他拿着丈夫的画像四处打听 可惜并没有人见过 接着他又在网上发布了悬赏令 但几天过去了仍然没有线索 而丈夫的家人还有生意要打理 所以他们只能先行回去 小美则再次找到安全员 直接把锁扣挂在对方身上 然后带着他一起跳了下去 等两人停在半空之后 小美质问他到底是谁要害自己的丈夫 安全员被吓蒙了 原来就在一天前 他在小美丈夫的绳子上动了手脚 导致他的丈夫坠落如今生死不明 安全员交代自己是受人指使 而救护车也是对方派来的 当晚小美根据线索来到酒吧 找到了安全员口中的卷毛 趁这小子去卫生间时 小美也悄悄跟了进去 他一把抓住卷毛的长发用力磕在墙上 接着又将他塞进了马桶 卷毛这下彻底服了 只能答应带他去找幕后黑手 隔天两人来到一个斗鸡场 卷毛让小美待在车里 自己独自进去寻找 没多久一个男人走了出来 小美认出他正式带走丈夫的医护人员之一 他立即驾车在后方尾随 看着对方停在了路边 小美也赶紧下车 一直跟着男人来到一条巷子里 可因为对地形部署他很快跟丢了 就在他来到一个拐角时 男人突然发起偷袭 而小美身为格斗高手 对付这样的喀拉咪自然游刃有余 没几下就将对方放倒在地 在一番友好的逼问下 男人终于承认了一切 原来这一切都是警长指使的 随后小美找到男人的手机 从里面翻出了警长的号码 很快警长的电话响起 电话正是小美打来的 并让她去女儿的房里看看 警长当即意识到不妙 等她进入房间时 果然小美真的在里面 小美以她女儿的性命威胁她交出配枪 事已至此警长说出了真相 原来她的丈夫当天确实去了医院 可医生操作失误把人致死了 医生担心生育受到影响 于是买通了警长让她帮忙隐瞒 这样的结果令小美难以接受 她给了警长两个选择 要么吃枪子 要么让她自己动手 警长害怕家人受到伤害 只能选择自我了结 隔天一个女人开车来到医院 她刚下车就被小美勒住了脖子 而女人正是医院前台的护士 当初丈夫明明被送到医院 但她却谎称自己没看到 小美自然不会放过她 最终护士也领了盒饭 此时医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很快小美便出现在她身后 女人悄悄跟在医生后面 等进了医务室 她用塑料袋套在医生头上 为了查清丈夫的死因 小美让她说出丈夫的尸体在哪里 医生差点被活活憋死 她赶紧让小美回头看监控 原来丈夫还活着 之前是被一伙黑帮绑走了 小美当即掏出手枪 并威胁医生配合自己 接着她伪装成医生的助理 通过交谈得知 黑老大光头患病需要进行骨髓移植 而小美的丈夫正是合适的人选 所以光头才偷偷绑了她 随后几人来到手术室 丈夫一眼就认出了妻子 但她并没有声张 这时小美拿出提前藏好的枪 直接干掉了一旁的小弟 光头知道不能和她硬碰硬 只得让小弟交出手枪 接着小美把丈夫扶上轮椅 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了手术室 可夫妻俩还没走出医院 光头就带人跟上了他们 好在小美躲闪及时 危急时刻她打爆了一旁的氧气罐 但光头并没有被炸死 小美赶紧冲过去将她挟持住 随后抢了一辆车离开此地 途中光头不停地放着狠话 气得丈夫直接朝她腿上开了一枪 趁着小美不注意 光头迅速从车上跳了下去 不久后夫妻俩来到了一个小村庄 并躲进了当地居民家里 很快光头也带人赶了过来 一同前来的还有几名警察 他们分头展开行动 而这也正好给了小美机会 要论单打独斗可没人是她的对手 几分钟的时间便干掉了数名小弟 等光头发现时已经晚了 地上到处躺着小弟的尸体 但最终她还是找到了小美 两人随即扭打在一起 可他们还没过上几招 光头就被小美一脚踹翻 处于下风的她赶紧掏出小刀 然而即便是这样 她依旧不是对手 很快就被揍得晕头转向 接着小美将她扑倒在地 随后捡起掉落的小刀 抵在光头的脖子上 周围的村民纷纷拍手叫好 让小美杀了这个无恶不作的家伙 很快警察也闻讯赶来 并用丈夫作为要挟让小美放了她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时弯刀出现了 此人也是一方大佬 并和光头有着深仇大恨 她直接拿走小美手里的刀 随即让周围的小孩都闭上眼睛 下一秒 这下弯刀成了唯一的老大 她承诺以后会给警察双倍的报仇 并让小美夫妻俩离开小岛 因为她不想影响岛上的旅游业 就这样小美终于就回了丈夫 电影也到此结束